新北市光复国小放学时间传来掌声 让师生这么振奋 时间要回到稍早 光复国小管乐团参加新北市 学生音乐比赛国小组V组竞赛 舞台上团员们认真演奏 诠释每个音符 因故未能留在比赛现场 听取最后结果 等到回到学校以后 才得知他们以优异的表现 获得评审评选为特优 管乐团是我们历史悠久的 这个音乐型社长活动 但是呢 因为曾有这个高峰 那这几年坦白讲 在我们音乐教育推动的部分 坦白讲遇到了评级 那管乐这个区块 那刚好这个两年前 我们呢 大家有一个共识 怎么样呢 在做一个体质上的一个调整 那后来呢 这两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我想这刚好也可以结合 我们这个十二年新克钢 我们怎么样来事先发展 我们演奏师要是很专注 然后身体的力量 能量要攻击它 你只要没有攻击好 足够的能量 它就吹不好听 实际上光复国小管乐团 竞赛特优已经时隔17年 过去校方以管乐团为荣 却因任职教师转校后 中断了招生练团 直到四年前打掉重练 号召更多师生家长一起加入 包括学校行政 还有老师以及学生家长们 目标一致 今年火力全开 一举拿下全国赛代表权 有很多后援会干部 你其实都听过 所以老师说 要把过去的文化洗掉 然后重新建立 通常要拿到特优 要三年 最快也要三年 两年就做到了 那个是奇迹的感觉 因为回来的时候 大概二十个左右 那人这么少 那第一个就是要先能够扩大编制 那就狂招生 可是相对的招生 到上台比赛就几个月 等于我们这一次上台的 都是这一年多 就去年二月回来嘛 所以就是这一年招的学生 其实孩子有吹半年 有吹一年 那个要在台上发挥最好的效果 其实不太容易 那个能力是时间批养出来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看到孩子 就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好像还有一点希望 所以这真的是蛮开心 孩子还有整个学校行政 也都动起来了 那当然家长 那个后援会 玉林会长 还有艾米会长 他们在这一年多里面 其实扮演很重要的 那种后勤资源 那我就是可以专心的在教学的这一块 光复国小重新启动乐团 着重团体互动 以音乐培养学生的丰富学习生活 这几年除了参赛之外 也在社区进行演出 借着孩子们带来的美好乐意 感受音乐的特殊魔力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